一种花就够了嘛 还有一个料子 你再看一下 惠卡 洗都洗完了嘛 这个种很好的 而且还飘花 也是这里的 泛蓝 这个蓝花 打灯透了 水长总好 而且还飘花 惠卡的料子水都基本都长 但种就不一定了 有点泛白 惠卡其实跟霍江一样都是怕吸的 便宜楼给你嘛 这个五千 五千还漏啊 这是飘花的 我漏给你嘛 种水又那么好 一千块吧 小东西买它玩一下 一灯爆了 这料子种普通 就是肉细 水头确实还长 惠卡的料子嘛 哪个料子比不长嘛 飘花的呀 就飘一点点花而已 小千树嘛 最高开嘛 最高开一千五吗 能最高一点吗 这种料子高不上去了嘛 你如果飘花 飘的多一点嘛 一整块水都会飘花就给的高嘛 飘了几个花的呀 我给你数一下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飘了五朵花 五朵金花 五朵花就够了嘛 三百亿朵嘛 一千五嘛 差不多啦 我给价格的很实在的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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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个一个嘛 这块石头呢 切 这条裂往这边上来以后呢 往这边贯穿过来的 所以把这一笔刀给你切下来 正好这个地方是有飘花 里边有没有飘花呢 一刀切开就知道了 切 可以的 漂亮的 肉细没有什么裂 你发现没有 然后都飘花飘进来了 这个料子呢 买的时候就是知道它是肉细 因为这种料子会卡的 天生水头长 肉细的话起货效果就起来了